我必須要先就剛敏鳳姐講的內容 做一些說明 這什麼一億二啊 四百萬票啊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 第一 我們沒有聽過 我們自己紅伴估過四百萬票 我不曉得您的消息來源是誰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 刻意指了一個別的方向給你看 至於你說張亞中參與經費討論的會議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們從來沒有開任何輔選 不管是關於文宣 不管是關於行程 不管是如何運作 沒有看過張亞中 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刻意把張亞中指進來 我也希望有說明 然後至於剛敏鳳姐講說 洪秀柱在特徵組裡面講什麼 哪些叫有的沒有的 我也希望他明白的告訴我內容是什麼 不要這樣含砂噴射 今天洪秀柱就三千萬支票能講的話 該講的話 所知的話都在特徵組作證的時候 我全部講完了 三千萬支票 大家再回憶一下嘛 是不是葉匡時部長到特徵組之後 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所以當天檢察官 特徵組檢察官晚上要朱主席 再回去特徵組再說明一下 然後是不是也帶了什麼公文去給他們看 是不是也帶了什麼正本去給他們看 來龍去脈是這樣子 外面沒有必要去刻意把它扭曲得 好像在裡面洪秀柱知道了什麼 不說什麼 這些內容是不存在的 在場吳委員也是法官出身的 他很清楚 今天這個支票不是抬頭不抬頭的問題 而是你有沒有收的問題 重點在這裡 重點是人家沒有收 重點是人家沒有收 所以要交代的並不是洪秀柱 外界有疑點的是說 開出來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你如果據信是九月三十號 據信因為我也不知道 誰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九月三十號開出來的 但是我們提出這個請求資源 有人這個訊號 我們發出這個訊號 從發出這個訊號到有人拍板定案說 好啦可以給你們 三個月 就是從這幾百萬票估出來 估我先聲明不是紅伴估的 是黨中央自己有人估出來的 並不是紅伴的人估的 那估出來這個票 他說要給你錢 也不是分三千萬給 是更小的數目 要分成很多次給 拍板的那個人笑著 對紅講說 我不要一次給你太多 我怕你亂花 那這種小鞋誰穿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們後來也沒穿到 那是多少 五百吧 就是用幾百萬劑 幾百萬劑 我所知是幾百萬劑 你秀票給嗎 這競選經費用什麼形式給 這倒不拘啦 這倒不拘 他要直接匯進去也是一種方法嘛 反正他是合法的錢 那這種方式倒是不拘 但是今天你再傳出來什麼 還有頭期款 還有幾億這種消息 為什麼出來都是黨政人士 為什麼都是這麼奇怪的title 有名有姓為什麼不能講 對 現在是誰在選總統 對 要開大門走大路 不能夠讓已經一個 師出無名 誠信有問題的候選人在台上 然後背後還有人在幫他黨政人士放話 這樣子他的選情不會有加分 究竟開了三千萬資票就不行 就違法 就是行使期約賄賂 不是這樣子嗎 對 這邊說不說已經不在 朱立倫有事 開了朱立倫就有事 我來回答一下 列匡池 李四川 他說他是競選有費 讓我回答一下 問法官 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 我們就我們知道的 國民黨黨中央 有開了一張三千萬的支票 請李四川拿去紅辦 最後洪秀杜拒收 對 夜匡時 請夜匡時 李四川請夜匡時 拿去紅辦 然後紅辦不收 然後夜匡時說那是第一張 那夜匡時怎麼講 不 那個是陳述 我現在講的事實 看到的事實只有這一部分 其他的是各自解讀的 夜匡時說這張支票上有抬頭 但是洪秀杜說他沒有看到 有沒有抬頭是以 九月三十號開單支票 時候為準 你事後才再去追這個東西 事後抬頭可以填上去 所以現在是問九月三十號 有沒有抬頭 因為這有沒有抬頭 加進來講 就是剛剛他們兩位講的 對紅辦不重要 因為紅辦沒有收 但是對國民黨很重要 對朱立倫很重要 重要在哪裡 因為這個手銀行當條款 他的犯罪 行求就犯罪了 所以你有開張三千萬的支票 如果你沒有抬頭 那就是要給洪秀柱 給紅辦私人 因為他現在一定要解釋說 他有抬頭 抬頭上面寫 洪秀柱競選的這個專戶 對 這樣他證明說 這個錢是要捐給專戶的 他是要用這樣子來去解釋說 這是選舉經費 但是這個選舉經費 這樣解釋 但是還有很多的疑問 就像剛剛大家在問的 既然要退選 就不需要經費 你已經要換住了 你還要給他經費幹嘛 第二個疑問就是說 那如果這些都是合理 正當也是大家上娘來的 那洪秀柱幹嘛不收呢 對 這個有很多的疑問 在裡面都不符合邏輯跟場情 這也是為什麼這案子 沒有辦法馬上平息下來的原因 因為這太有趣了 這跟大家的經驗法則都不相符 確定是在這個地方 今天沒有人去談說 洪秀柱有這個問題 在這張支票上 洪秀柱拒收這是事實 問題是給都不能給 如果你那個不是你講的這個 所謂的浮選經費 給都不能給 你講到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態聽起來是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開票的這個單位 開票的這個人 就希望過手之前的那些有主導性的人 他們可以開城不公的 以招公信 再拖下去對誰都是傷害 他只要開城不公 我相信民進黨最近批評他的也很多 他們可能也覺得有些不白之冤 你只要公布所有證據 公文拿出來 像柯P這樣公布 特程也不用查 直接公布 紅辦現在這邊 如果以你的發言為主的話 就是你不斷地要求黨中央 把資料拿出來 把話說清楚 黨中央也有一種聲音 而且在普遍的政論節目裡面 也都聽到他們要求 紅辦出來說清楚 叫洪秀柱出來講清楚 票又不是洪秀柱開的 洪秀柱拿什麼東西給人家看 但問題就是黨中央沒有說清楚 但是住住姐也沒有真的出來 跟大家談一下 那張三千萬的支票 到底有沒有tit頭 金玉姐 住入姐是被特徵組 用證人身份傳去問話 他問完話之後 我們知道特徵組那種偵察庭 檢察官會預令證人 你出去不准說話 是這樣的喔 在法律上我給你解釋 所謂的偵察不公開 是對要求檢方跟要求 辦案的這一些公務人員 當事人沒有什麼偵察不公開的問題 但是他確實 他確實包括我們辦公室 還有其他去當證人的 確實檢察官都有當面預令 那沒有這樣的法律 所以我是說也不一定一定要遵守這樣的法律 那檢察官當然他希望 我們現在也在懷疑說 這個到底是特別特別偵察組裡面的特查組 還是別偵組 對 所以我們跑新聞的經驗 我們跑新聞的經驗也知道很多事情 就是他跟證人跟其他當事人講說你不能講 可是之後奇怪就有特定的記者 但是你如果又不講的話 又有可能會被遮措遮天 這些要冒的東西 我們行政證做了端嘛 有人怕的話他自己公佈資料 我說真的 OK 憲鴻兄 這整體我想這件事情前前後兜了這麼久了 世衛大眾的疑慮還是這麼多 其中事出必有因對不對 不過這個事情 當然我蠻欣賞吳偉剛那個 用什麼是事實什麼是傳聞這樣來談 因為談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要很小心 因為這個很多事情 都是只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事情 外人可以有各種說法 可能真實的版本只有一個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樣 當時候如果洪護院長 是以自動退選來處理的話 那這一下這三千萬的問題 就很麻煩了 還好當時候anyway 他就堅持到底 後來他是被八百一十二個黨代表 把他換住 所以從這個地方 當然就使得我們知道 現在特徵組在辦這個案子 很頭痛 那至於特徵組掉了朱立倫第二次去 那個可以理解 因為他幾個人都分開 幾個不同的特徵組檢察官分別問 問完以後把所有的筆錄 大家一起放下來談 結果談一談發現有一個東西 都不容 不是都不容就是說沒有問過朱立倫 所以趕快請他再回來 再說明清楚 否則當天他們分開偵訊 這些事情到時候自己寫不出來 什麼結果 所以那個我們後來去瞭解以後 並不是外界所認為說好像有重大發現 怎麼樣 其實只是檢察官的程序上 他必須完成這個互相對證各個不同的政策 這樣 那這個這個綠點因為有有這個特徵組在查 而特徵組去告發的人又是立委身份 所以我們還要考慮特徵組他今天的立場 特徵組其實有可能未來會被廢掉 那特徵組這一次要做業績 所以他現在戰戰兢兢 一定要對他們來講 廢掉無所謂 本來就是檢察官規禁而已 他們對於這個很在意 所以特徵組過去是被認為說 你們都就是陳水扁案子以後說專查率不查籃 這一次他們當然要稍微評一下 說我們不是這樣 所以這裡頭很多複雜 連特徵組都變成不是完全可以 我們認為他站在公正立場在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臺灣今天這個體制 今天非常出問題的地方 我們我覺得從這個事情來看的時候 的確我到最後是這樣看 藍綠在這個選戰裡頭 還是要保持我們的世界 並不是1月16號結束 我們是1月16號有一個新的開始 那藍綠未來要在這些事情上 大家如何能平行進去去處理事情 我覺得綠營的人 是有可能會執政的 應該就要從這個角度開始去想 所以副司令這個轉來把朱立倫換上來 是為了求勝求團結 結果看起來更分裂 不是嗎 所以這是國民黨需要趕快整合 我講的整合 我們高層再說團結 固權大局這些空話都沒有意義 請我們國民黨的高層做實事 實實在在地展現你要改革的決心 要先說真話 說真話 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說選舉話 那麼基層的民眾也好 黨員也好 他會回來的 那你現在如果還不說 還耗在那裡 這個鬥 那個鬥 這個權謀 那個權謀 那麼真的沒有希望了 說實話 說真話 面對現實 可是如果說真話 朱立倫真的有事的話怎麼辦呢 他當然要說真話 他真有事 更要說真話了 他沒有事 他說真話不就沒事了嗎 吳將軍 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是非常善良 上面人不是這樣 多少次你們喊那句話四個字 叫含內投票 我告訴你 我們已經好多年不喊這個字了 是怎麼樣 就真的是含血投票 含內投票 上面的人今天有事無恐 你黃沪欣就是我的鐵票 不會 你就是要投票 你不可能投給民進黨 我們當然不可能投給民進黨 但是 我講 你也不可能不投票 今年真的不一樣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我們挺住的團體 海內外 我們有很多組合串聯起來 都表達了一個心聲 其實這個心聲在這裡面對所有的觀眾 我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真的希望國民黨改革 因為兩黨政治才是國家的福氣 如果一個太弱的黨 我告訴你 綠營的朋友 即使你執政了 不是台灣之福 一黨獨大 絕對是絕對的權力 就是絕對的腐化 我這樣講 蔣軍 一黨獨大 是過去國民黨長期的一黨獨大 坦白說您剛剛講說希望王金平院長大氣一點 那我是覺得說掌權者要讓他大氣一點 比如說馬總統應該大氣一點 朱立倫主席應該大氣一點 對 朱立倫主席應該大氣一點 一個是政權 一個是黨權 那如果要大氣一點的話 為什麼不讓洪秀柱透過這個機制 這個出來的 而且透過民主機制出來的總統候選人選下去 再過來 郝龍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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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龍斌市長 前市長 第一副主席 為什麼不讓基隆的在地的這些國民黨 培養出來的人才去選下去呢 為什麼他自己要去呢 他自己為什麼不大氣一點呢 再過來我們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集的立法委員 為什麼要現任優先呢 大部分不透過民主機制來選舉呢 為什麼不大氣一點 讓這個優秀的人才 跟現任立委去做民主初選機制呢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大氣搞到現在 台灣出現兩個 國民黨出現兩個 一個公道婆變成王金平院長 另外一個公道婆變成洪秀柱 結果這兩人在國民黨裡面 都會被受欺負 所以這個狀況 我覺得目前我們來看起來 以我一個曾經中心的 在眾多族都會有人做到 都會被分身 突然就不滿意 大機 為神仙 都會被拒絕 兩人 真是 這個狀況 被拒絕 有 可能 對 發身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